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银 欢迎收看,看是银上线啦 今天是我们在Saba的第三天 今天要回KL了 不过是晚上的班机 今天的行程还是排到满满的 我们等一下要去Saba的一间市场 叫Filipino Market 那里有卖很多东西 去看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卖的东西 好开心啊 所以现在等车来 我们就出发 刚刚吃饱早餐 休闲休闲活动一下 打坐球 车到了 我们出发 我们到了 这个Filipino市场 Filipino Market 里面有卖很多干粮 咸鱼啊 虾米啊 海生啊 鱼票之类的 肯定看 freaked out 他们都在沙克 每一家卖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有鱿鱼啊 咸鱼啊 虾米啊 虾米 它可以30块 好大刺 它的虾米好大刺哦 哇 这里有饼 这个应该是零食吧 零食之类的 还有碎的虾米 姜鱼炸 零食 咸鱼 哦 哦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下酥鱼 哦 哦 那个什么呢 这鱼鱼 这鱼鱼 这鱼鱼鱼 一鱼鱼鱼 哦 那个只是拿来煲汤咯 那个应该只是拿来煲汤咯 太小 好大哩 小海参 嗯 这个应该是那个鱼鱼鱼鱼来的 它有帯咖啡粉咯 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 那个是鱼鱼 那个是拿来包藏的 大家 如果你们来看 沙巴的这一个 文化市场 请来这个 因为爸爸会给他们 可以笑一下 一定要带来 还有这个先生 来跟他买 要记住这个 要出来跟他买 给G2 记得来 来相关 他会给我们很大的折扣 这边是两兄弟 50块折 他在算钱 有给我们很多折扣 有很多 有很多 好 有很多 好 打包 打包去鸡场 我们买了四箱 来这里买海鲜 他会帮你打包到 像这样子一箱一箱 方便你鞋带 还有写上名字和电话号码 有没有看过吗 这个鱼篮来做便宜 我还是第一次看 好特别哦 他好像有在化妆 这边应该没有 太棒了 有上电话号码 知道是谁的东西 1 2 3 4 搞不得 出发 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家 看地上来 鞋钱 当场帮你修改衣服哦 这里 记得要做好SOB 我们往里面进去 看看有什么 有卖裤子 你们看这个包包可爱吗 好可爱哦 还有这种小包包 还有鱼的 可爱吗好可爱哦 还有这种 这里还有卖很多小包包 还有衣服 裤子 还有这些很漂亮的首饰 还有手链 这些应该是 布来的 像这样的布 围巾 很多种的布 还有钥匙扣 还有钥匙扣 还有这种小包包 鞋子 钥匙扣 这里还有钥匙 还有卖这种小乐器 给小朋友玩 钥匙扣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 买了好多 还有你看 手链 妈妈买给我们一人一条手链 美不美 好美哦 大家如果要来买包包 买手饰 买手信 记得来找这个卡卡哦 卡卡 下个汉 拜拜 这个服务 特别的 它的面哦 很像那个 肝刀面 可是又不像 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味道 然后还有少肉 它汤呢 是很像那个 瓦丹河这样子的 瓦丹河的 看 瓦丹河的汤 Good的 我们的行李通通都打包好 在楼下了 车也到了 我们现在要往沙巴最大间的购物馆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沙巴最大的购物馆 这里可以逛到脚段哦 超大的 这个广场真的很大哦 什么都有哦 你看到吗 今後 我们现在在这个 我们现在在这个 Yamago 广场 糖糕 蛋糕 哇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超市 想进去逛一逛 哇 都好美哦 好大 红色的番石榴 有没有很美 9块哦 感觉很好吃哦 这个是什么 酪梨 好大力哦 还有长的西瓜 4块半 1公斤4块半 零食零食 我的最爱 都没有看过的哦 玉米片的 卤酪起司的口味的 5块半 可以吧 哇竟然有这个饼干 这个叉好吃的哦 11块9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面包区哦 你们看看 哇 哇 俄食的回忆 哇 你们看看这个奶油 哇 哇!好多喔! 拉麵區 這個好像沒有看過喔 平時看過的都有 可是有一些是沒有看過的 像這個 這個是平時沒有看過的 沙巴的茶 這個一定要拿 沙巴紅茶 這個一定要喔 熊貓 牛奶餅 這個沒有看過喔 好像不錯喔 咖哩的口味 咖哩口味的豆豆 特意的有 不一樣的口味 這個是辣的 這個是乳酪的 這個 這個也是沒有看過喔 比薩的零食 爆米瓜 日常用品 廚房工具 真的是什麼都有喔 真的是什麼都有喔 海鹽 海鹽醋 這裡還有很多種沒有看過的飲料喔 像是這個藍莓的 像是這個藍莓的 還有紅石柳 青蘋果 黃金魚 韓國進口的 有水蜜桃 芒果 青苹果 买一个试试看吧 还有红苹果 有西瓜 orange 葡萄 好想每一种拿一包 好 买单 这里有好多吃的 盐巴 小蘑菇 大碗 下巴 锅 瓦 上巴 下巴 上巴 下巴 上巴 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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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团 薯条 还有奶茶 你们看这个 拖鞋有没有很特别呢 我觉得很特别 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拖鞋吗 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拖鞋吗 26 ok哦 还有小鸭子的 这个馆场里面有卡拉OK 还有心愿 真的是运有尽有哦 我走到都好像要迷路了 这家百话公司真的是太大了 走到肚子饿了 我们想来一个甜甜圈 就是这个 我们进去吃吃看 donut and coffee 顺便也来一杯咖啡吧 哇 你们看看 它不诱人吗 哇 哇 我都好想每一样来一个哦 我都好想每一样来一个哦 我叫了一杯柠檬茶 一杯热可可 还有在当中这么多好吃的 我选择这两个 一共花了25块8 我觉得还OK 是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现在我们路上去机场 现在我们路上去机场 反载而归我们出发机场见 我们到机场了 我们到机场了 买好多东西哦 希望不会超重 今天晚上我们也是住民宿哦 等一下到了在那里来看 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晚上的飞机餐 有没有什么变化 菜单是写住那西的嘛 不过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 跟KL的一样咯 我们要进去咯 我们要进去咯 很酷耶 对 KL 希望飞机了 大家 现在是晚上11点半 我们抵达 吉隆坡 国际机场了 刚才 我在飞机上 人很不舒服 还吐 现在还是有一点 感觉 想吐想吐的感觉 飞机餐我也没有吃 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很想吐 然后就在上面 飞机上面吐了一轮 现在走着 去我们的车 然后去民宿 坐那么多次的飞机 第一次呕吐 好低远哦 不过真的很不舒服 刚才真的很不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 算了 也是一种经验对吗 现在就回车上 然后去民宿 再来到民宿 我们到了民宿 我们再 再聊吧 我们到我们的民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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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漂亮哦 这个也是有游泳池哦 很可怕 今晚我们就住在这一间民宿 依然是有厨房的 这里还有房间 现在是晚上半夜 我们又玩了一整天了 大家也累了 各自回房 冲凉 要准备睡觉了 阿姨刚才在飞机上 吐了一轮 现在胸口还是闷闷的 人还是有一点不舒服哦 所以呢 我现在也要去冲凉休息了 大家这一集就到这里了 喜欢阿姨的记得按赞 分享 关注我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拜拜